为了振兴经济,新北市政府从111年9月开始串联各局处推出新北购油区振兴方案 以五大主题让民众一路从111年玩到112年 其中抽奖区就推出新北购油里方案 祭出了超过4000项奖品 总价值超过千万的两波发票登陆抽奖活动 截至活动结束前,总计有超过137万笔序号符合抽奖资格 这次抽出价值400多万的投奖录营车 同时还call out给幸运得主 可惜电话没有拨通 副市长刘慧然强调,这个奖还是会给这位民众 也感谢大家对新北振兴活动的支持 有效活络本市各区的经济,带动庶民经济的复苏 我想这三年的疫情真的让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还有很多商业界,包括一些第一线的我们这些摊商 大家都很辛苦 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的人流变得比较少 所以新北市我们市长一直很希望能有一些活动 经过活动的策划让我们的人潮回来 让我们的消费可以提升 所以这次的新北购油区 我们总共有两阶段的摸彩 第一阶段已经摸了大概2000个奖品 那当时送出一部电动车 所以刚刚这个问到的 今天我们抽中的第一特奖是我们的露营休旅车 刚仔细看一下高达470几万 所以当然还是很羡慕 可是更高兴的是我们市民朋友因为来购物可以获得大奖 刘和然表示 这次跨局处的振兴方案成果相当显著 走跳区提升的新北市公车整体运量20% 游乐区 文艺区也深厚民众喜爱 府中搞什么鬼 英哥加年华及欢乐耶诞城的活动 都有效活落本事的各区经济 今年会在研议是否继续办下去 跨局处的合作这是有五大主题 包括一些博物馆什么都加进来 让我们的整个所谓的振兴方案 是更加的丰富跟多元 那这一次我们奖品投出大概1000多万 那我们也看了发票的金额高达12亿 所以这个效益其实是非常的高 那明年我们会试整个这个 今年预算审完的情况 那再跟市长报告以后 我们会来推出整个致机消费的方案 那刚刚我们看到很多业者到 其实最近从尾牙到年列饭 到过年后很多餐厅 很多的朋友已经反映定不到了 那这代表我们的景气跟相关的人潮 已经回来了 我想这是一个好现象 那也代表市长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 大家一起为这块土地 渡过这次的难关 那今年是新的一年是兔年 兔是一个吉祥的生肖 那我们的今年春年是兔吉利来 兔子带着吉利来到新的一年 我相信大家都会健康平安 那我们市长的台语非常有特色 所以兔吉利来台湾的叫做兔吉利来 我想这也是我们商业行为里面最希望的 希望人潮来带动商机 让我们大家风衣足食暗居乐业 金发局表示18号起官网将开放民众查询中奖资讯 另外市府也将以简讯Email通知得奖民众 请民众在期限内提供中奖资料 避免权益受损 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 这边可以稍微提供受让我听